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喜欢吃火锅了 天天吃的我那一 怎么又吃这个呀 你不是说你喜欢吃火锅吗 你又吃这个 怎么又是火锅呀 姐 姐 听说傅泽医在你家照顾了你两天 所以他今天不照见我了 赵好姐 赵好姐 你们吵架了 她说今天绝对不能接她的电话 这是什么猎奇的新的情侣小游戏吗 不知道 爱心 这么巧 姐不烦 过来喝一杯吧 好啊 来 来 来 她怎么了 知道 最近神神秘秘 你为一个本事 对了 正好咱们酒店最近有一个 你家老板 今天上班了吗 伍泽医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样 你们慢慢聊吧 坐 你不是说今天 绝对 不可以见面的吗 我说的 不然呢 竟然刷手段阻止我剑之下 我改主意了 我是说明天绝对不要见面 所以说你今天一定要陪我 不是你说你今天要单独见医生 怕我影响你的思绪 所以才不见我的吗 就凑巧 医生今天特别忙 没时间改到明天了 所以你明天绝对不可以接我电话 也不能见我 好吗 好 好 一年没见了 一向狂妄自大的副总 原来也会有这么不自信的一天 你是怕我赢了你吗 还是 是 你觉得紧之下在他心里已经做出了选择 是吧 不择手段不一直是我的标签吗 不管是事业还是爱情 只要是我认识的东西 我就一定会得到它 再说了 再说了 我只是奉陪到底吧 只不过没让我想到的是 一向遵守游戏规则的灵 也有不按套路出牌的这一天 游戏还没有结束 我们两个在这儿没完没了下去 不仅舍着拿不来钥匙 还会让他讨厌我们的 那我们两个之间 就不要再相互耍手段了 公平进展 好 喂 喂 傅泽医 你终于接电话了 怎么了 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 我们不是说好今天见面的吗 一直联系不上你 我就问爱心 她说你连夜让她帮你订了去国外的机票 喂 喂 你等我一下啊 那个 你 你等我 我现在第一票我就回来 你在的那个地方 每天只有一趟班机回国内 而且每天只有八点都喊来 算了 我们明天再见吧 怎么比之前更反复着 谢谢 你个负责义 不是说好公平进展的吗 你真的够不择手段的 你才这么喜欢吃火锅 当然了 我最喜欢吃火锅了 天天吃的我呢 怎么又吃这个呀 你不是说你喜欢吃火锅吗 不过我们不是昨天才吃过吗 这家店是京城街人气排名第一位的 今天的 绝对比昨天的好吃 你又吃这个 咱们今天吃这家店 是京城街排名第一的 绝对比昨天的好吃 怎么又是火锅呀 哦 今天这家店不一样 这家店是全国人气排名最高的 相信我 今天觉得比昨天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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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再吃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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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真的应该比昨天好吃 相信我 我真的已经胖乳筋了 我要减肥不要再吃了 我听到火锅的名字我都怕我 我感觉我今天运动量够了 加重 我们的任务就是 今天的运动量高于昨天 加重 那我们今天的训练目标是 受两进 要不然我们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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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了 不解了 这些人都没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昨天跟今天的约会 你可喜欢哪一个 之下 昨天跟今天的约会 你可喜欢哪一个 可以把你家钥匙给我吗 那你什么时候把你家钥匙给我 负责医 你还有没有其他话题 你现在在你做的事情 是不是去吃好吃的东西 那我现在就带你去吃 比上次更好吃的红包 我受不了了 医生 我觉得 我觉得我有精神分裂 有时候觉得他温柔地让人 入木春风 对我体贴入围 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有时候又觉得他偏执地让人无法呼吸 你 总是霸道无力 恨不得当成掐死他 你懂这种感觉吗 小姐啊 我们这里是心理咨询诊所 对 我就是想问 这种分裂的感觉 是不是我心里有问题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 像你这样同时交往两个男朋友的事情 一般我们心理医生是管不了的 啊 我建议你 最好去找你的闺蜜好好地聊聊 或许她可以疏导一下你目前 愧疚的心理 你这医生也太不专业了吧 两个男朋友 干杯 干杯 我没干一杯啊 你可真大胆 要是刚才盛总不答应合作的话 你不就白搭进去帆木了 我早就算好了他会跟我一起合作的 那么厉害 那肯定没啊 厉害的是傅泽医才对 我差点搞砸了他的计划 你没事吧 没事 真是对不起 你脸色不太好了 我先送你回去吧 走 副总 董事长还在公司等着您的合同呢 晚上的庆祝酒会也需要你参加 没事 你先跟你爸交代工作吧 要不然他又觉得你不无正义 我可以自己回去 放心吧 景小姐我送你图门吧 拜拜 你慢一点啊 嗯 嗯 不用送我了 你去忙吧 注意安全 景小姐 嗯 来 干杯 干杯 来 干杯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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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总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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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总 第一阶段过去之后 后面都是一门的 谢谢 我也相信 晓杨你怎么才来啊 新城办案还是晚了 走 快进去 对了 新城 好 我捡了一场手缘 好像是景小姐的 你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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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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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副总 刚刚晓杨捡到一条手链 好像是景小姐落下的 你看看 手链 是景小姐 还是景小姐 vían 来 这是景小姐 不愿意 大家先走 mejores 快点 就是杉磊 你不愿意 反应 你来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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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技班 你是怎么搞的 我安全陪她 让开 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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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醜过多少万的誓言 没有什么心又不 FCC lub、渐渐淡淡、温暖、平凡 如果你在我身边 所有的遗憾都随风飘散 每分每秒只要幸福陪伴 能到再次相见 抓住空白的明天 所有的期待就不会到终点才浮现 如果你在我身边 错过多少爱的誓言 没有什么情有不甘 只要简简单的温暖平凡 如果你在我身边 所有的遗憾都随风飘散 每分每秒只要幸福陪伴 都随风飘散 都随风飘散 医生 你别紧张 他是滴血糖晕倒了 滴血糖 那怎么会搞得这么严重 他晕倒的时候刚好是头着地 造成了他中度脑震荡 才昏迷的 滴血糖虽然是小病 但是如果发病的时候身边没有人 就会容易造成意外 所以啊 你们家属一定要多多陪伴 确定只是滴血糖 他心肌手抖不是第一次了 心肌手抖 这些都是滴血糖的症状 我已经详细地给他做过心脏检查了 很健康 你让他好好休息 很快就能醒过来了 谢谢医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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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